我跟柯文哲主席建议 台湾民众党2026一定要有人下去站 我提这个建议就不是打嘴炮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 我处理跟我讲 说有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在咨询台北市的副市长 说我把李四川当成假想定 我就觉得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真的很奇怪 我认识你吗? 我有跟你讲过话吗? 我什么时候提到李四川 助理传那个新闻给我 我看了觉得莫名其妙 如果我们民进党不提名人 一定支持你李四川 出来站黄国昌 你们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忘了怎么监督市政吗? 在市议会问这种完全没有营养 台北市去管人家新北市 以后关很快啦 你不分区议员就啦 啊 不分区议员 那为什么可以要用2Mb的 要搞成3Mb 因为黄国昌是你花的吗? 不是啊 不是你管什么? 花你的钱吗?